AKB48 听TP第一任队长陈诗雅 在6月30号卸任 为了感谢一直守护着 她与团队的粉丝们 发行毕业单曲《梦之河》 巧合的是 当初在参加征选活动的履历表上 陈诗雅填写的喜爱歌曲 正是这首歌 让她感叹是命运的安排 在今年初的三周年演唱会上 陈诗雅无预警宣布 即将从团体毕业 令赛场成员和粉丝们 感到震惊与不舍 《梦之河》是她亲自挑选的 毕业歌曲 邀请团内11位成员与她合唱 作为她献给粉丝们 最真诚的礼物 《梦之河》这首歌 在叙述陈诗雅 将要向着崭新未来出发 乘坐一艘再有梦想 以及成员们祝福的船前进 MV中出现的一艘小纸船 也是这首歌最重要的核心意义 水面上载浮载成的纸船 象征陈诗雅在团队近七年的时光 与成员们之间的情感 与队长的责任 随着她离开 将纸船交给下一任队长刘雨晴 也让AKB48 Tim TP第一次的传承感人落幕